大家好,我是学会乐的康老师 现在教授小学和中学不同年级的课程 从上个周末开始呢,我就进行网络课教学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鲜事物 对很多同学来讲可能也是第一次 教课之前我还挺忐忑的 不知道学生会不会适应,会不会喜欢 结果真的教课之后呢,发现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的好 很多同学呢,特别专注 同时挺调皮的,坐在电脑前面 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专心了 可能他们很喜欢这种新的授课方式 现在都说小孩子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 可能真的是这样 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使用投影仪 能够清晰的进行讲解 我也会提醒学生及时的记笔记 看他没有记,我会提醒他 来,举起来给我看看 他就会举起来给我看看 上课的时候呢,同学们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答案 做选择题的时候,我让他们做了号码牌 一二三四 然后呢,就开始举牌 他们就举起来 然后我就知道他们选了哪个题 做主观题的时候 我也会让他们读出来他们的答案 这样呢,我可以及时地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评价和修 让学生进行修改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式和普通的在课堂教学差别不是很大 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在课后呢,也有一些家长给我反馈 说,哎呀,现在这个时候补习班不能上了 孩子也是要考试的 除非 有高科技的帮忙 能够给孩子提供及时的帮助 的确是这样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人心惶惶 孩子们不要人心惶惶啊 不要自己的心也惶惶 还要专心地好好学习 现在我们利用高科技能够帮助大家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 加油